如佛西加墨发生严重死亡车祸 托格罗里在途经维修的道路时 刹车不及尿成连缓状 一辆在反方向行驶的修旅车 惨遭罗里猛撞 车内的一家七口六人命丧黄犬 包括一名五岁的男童 唯一的幸存者十五岁少年重伤急救 照货罗里司机也受重伤 最起意外昨天傍晚六点三十七分 发生在西加墨通往关丹路段五公里处 涉及一辆托格罗里和四辆轿车 西加墨警区主任阿末赞里发声明指出 根据初步调查 由于事发路段正在维修 一辆从关丹方向往西加墨行驶的本田轿车 开始放慢车速 尾随的托格罗里却刹车不及 连撞两辆轿车后再冲入反方向车道 迎面撞向一家七口共乘的第二国产修旅车 车内的其中六人遭死神拦路 今生十五岁的少年送院急救 罗里司机也在医院抢救中 六名死者来自同一个家庭 分别是四十六岁的阿米鲁丁 和他四十三岁的妻子诺拉西玛 三名年龄介于十岁到十七岁的女儿 以及最小的五岁儿子萨卡威 十五岁的阿都拉阿米尔 目前还在西加墨医院和死神搏斗 西加墨消诊局在接获投报后 触动十六名消诊人员到场救援 根据网民拍摄的案发视频 猛烈的撞击力导致在沙罗里侧翻 沙堆倾泻一地 物欲家庭共乘的国产修旅车 毁步成形 多位民众伸出援手 警方根据1987年陆路交通法令 第四十一之一条文 鲁莽或危险驾驶导致死亡罪调查车祸 呼吁目击者提供线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